17号传出三峡一名18岁男子在确诊之后 故意把手机放在家里 规避电子围离 外出打篮球 还到商店购买女友生日礼物 被重罚150万 结果她的确诊女友随后在网络上贴文说 还好自己没有出门顶多倒垃圾 这番贴文露线她违规外出 同样也吃上20万罚还 女子IG限时动态贴出新闻 确诊居家照护却绕宝被罚150万元的 正是她的男友 还说还好我没出门顶多倒垃圾 问题是这位小姐根本也确诊 女子的18岁男友日前染疫 匡列女友家人都裁剪阳性 没想到16号把手机刻意留在家中 外出打球还帮女友买生日礼物 过程PO1成为铁证 被新北市重罚150万元 女子还在网络上 秀出男友违法买来的礼物 没想到自己同样在网络上自认外出 三天前这张隔离期间贴文 更疑似搭电梯外出买食物 这个确实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因为现在这个社群的媒体 非常的传播非常的快 真的不要以身示法 区隔然后这个外出 那这个部分的话 罚者是20万到100万 原本传出女子涉及北市 卫生局紧急追查 疫调严拟要开罚 没想到新北市效率更好 想先查出这名当事人 隔离期间也在新北居住 直接寄出罚环 三峡违规男子的女友 因为接触匡列裁检 PCR结果也是阳性确诊 她原来涉及在台北市 经过调查 她在可传染期间 居住在新北 居隔期间违规外出倒垃圾 经查证属实 可依法开罚20万元 新女两人明明双双确诊 却先后跑出门 爬爬罩 还不约儿童都在网络上发文 留下证据 卫生单位要查处 反而省了不少功夫 就寄出网络子谣 她会不到